字幕提供 我覺得第一個嘛 就是說這個案子是從獨裁時代 到所謂民主時代兩段 那不管是獨裁還是民主 看起來使用的手法 大概都不符合公義的原則 那更重要的是不符合 我覺得這蠻荒謬的 因為革命實際的研究院 我們如果了解一下黨史都知道 他是要培養國民黨的這個 人才培育庫 那國民黨的 所謂搭權黨初衷 就是說他的政黨理念是什麼 是三民主義 那三民主義裡面就是民生主義 那民生主義就是要 我們都會背嘛 發達國家資本 截至私人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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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般我們這些小民嗎 截至是截至財團 那他現在是發達黨資本 發達了原力建設私人資本 那帳架歸私 或者是 帳架歸黨 歸黨 這個大概是很清楚的 所以 這裡面當然是說 這當然問題是 這個也不是國民黨來台灣 以後才有的 國民黨的 你說整個黨的變質 恐怕從19230年代 開始慢慢就改變了 那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正好 因為這幾天有一個 我們的行政院院長張善政 他說轉型正義跟GDP無關 那這個話當然是很大的爭議 那他意思是說 轉型正義是不能帶動經濟發展 但是我覺得必須講一個事情 就是說轉型正義講的是 要去有一部分 就是要追究過去政治制度的不合理 所造成的各種問題 那過去一個政治制度的不合理 就是剝奪了人民的一個財產 剝奪了人民的經濟本來的權利 剝奪人民的一個經濟的利益 但是獨厚了特定人 特定組織的經濟利益 跟他們的財產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一件事情 說一個不合理的政治制度 是下面不會有一個公平正義的經濟 如果你一定要跟我扯經濟的話 雖然轉型正義不一定要扯到經濟面 但是你如果張善政一定要扯經濟 那你就回到這個問題 不公平的制度絕對不會 一個怎麼樣的政治制度 是能夠合理保障人民的財產 當然 然後讓人民能夠公平的追求 它經濟發展的機會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張善政你在講GDP 跟轉型正義無關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政治跟經濟 這樣的一個關係 我覺得這是 我不想講很可惡啦 因為它都要下台 但是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是這社會很多人是鼓掌的 大家沒有去考慮到過去的 國民黨的確帶來的經濟發展 如果我們要這樣談轉型正義的話 可是我們要追問一個問題 這個經濟發展過程當中 它是用第一是什麼樣的手段 第二 得力者是誰 受害者是誰 那這個東西 轉型正義也好 你說歷史的這個 過去的真相的貧富也好 這個東西一定要談清楚 其實要促進經濟發展 就是要轉型正義 就是要一個合理的政治制度 這個很清楚 第一 我們不是才討論過嗎 經濟學員說 我們的裙帶資本主義有多嚴重 全世界第十名 才贏中國大陸 如果你沒有轉型正義 沒有擴清裙帶資本主義 我請問你 你怎麼可能給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 工商環境 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請問一下 就是因為這不公不義 這過程當中 累積了多少的仇恨對立 多少的社會成本 多少的代價 這些代價是全民要支付的 不是只有業家一個受害者 是全體國人都受害 因為這樣子 是不是也造成了 我們整個市場的不健全不公平 乃至阻礙了我們的生產力 所以詹上正所講的是剛剛好相反 就是要轉型正義 你才能鋪平一個健全的 一個經濟發展 環境的基礎跟地基 這個葉先生 我等一下再請教您 在法院當中 你們走過了一條很辛酸的訴訟路 不過我想先請問一下 徐國人徐律師 像剛才國民黨的情況 你把這個地賣了43億 最後變成300多億 這不是圖利嗎 這當然是圖利 對啊 那在國民黨來講 以馬英九來講 那這個就是叫做背信 很明顯 背信 但是如果他有拿到對價的話 那有時候都不只背信 那還會有其他的侵占 如果他在後來有給政治獻金 那不就對價了嗎 那這一部分可能又有更大的問題 那有政治獻金法等等相關的問題 那還有偽造文書的問題 然後可是在變更的時候 他有變更地幕 而他是台北市長 又是總統 那有這個的話 那這個就已經不是單純 國民黨的所謂的背信侵占 因為他指的是私人 這個時候就有貪污治罪條例的問題 因為他已經有公務員的身份 來幫他變更地幕 這個就是我們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的 所謂的圖利罪 如果又拿到錢的話 那就會進化成為第五條的 不違背職務的貪污罪 就會再進化成貪污治罪條的第五條 那就是什麼 那個就是可以判到五期徒刑 那個罪就很重了 那個土地在賣的時候 很快的就變更了地幕 對 因為他是用公權力去圖利他 所以又有對價關係的話 那時候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 從第六條會進化到第五條 所以九十五年告上特徵組的時候 你剛剛所講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特徵組怎麼回你 特徵組說沒有啊 沒有犯法啊 因為呢 不是馬英九 或是國民黨促成的啊 這是臺北市的都更案啊 所以換句話講啊 他們現在都更審議委員會的這一些人 來撇清他的責任 但是有那麼簡單嗎 所以有關特徵組在這一方面 當時的特徵組誰是檢查總長 黃世民 黃世民嘛 那黃世民可以把馬王鎮鎮的這一些資料 三經半夜的拿到馬英九的官邸 到馬英九住的家給他看的時候 請問那這個特徵組查的東西 我們能相信嗎 所以如果特徵組明知道這個事情應該辦 而他沒有辦法 特徵組這些檢查官邸獨職嘛 所以這就是轉型正義 應該好好調查 何況這個案子是簽結 簽結沒有確定力 沒有拘束力 所以隨時可以再拿出來辦 所以在這裡我們呼籲現在的檢查總長 嚴大和要把這個案子拿出來 再次的來審核 再次的來辦 所以這個要把它弄清楚 還有園律建設的部分 我也認為可以從他資金的流向好好的查 對 因為這資金流向的一查 就可以查出來 配合一下巴拉瑪文件的想法好不好 那這個也許這裡面可以找出蛛絲馬跡 但是我們的調查權在檢察官的手上 沒有錯 偵查權在檢察官手上 那檢察官要辦 檢察官辦的這個案子 能夠讓全民服氣嗎 人民不服氣嘛 所以全民說76%不相信檢察官的 所謂的司法的信任度76%不相信 原因就是在這裡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了三立新聞網 曾經有一篇這樣的一個報導說 其實那個時候原理是壓寶馬英九 而為什麼敢這樣說呢 是大理在馬甘金嗎 土地交易面積最大紀錄的這個土地交易案 監守的原理建設董事長 他是誰呢 他是林敏雄 林敏雄就是這個全聯事業的董事長 然後你看很特別 整個黨產交易拍板定案的時間點 就在馬英九2005年接任黨主席的當天 所以被形容成是送給馬主席的一個大禮物 這看起來充滿了這個政治的動作 其實原理建設沒那麼好心 換了如果是我 我也買啊 我去借錢都買啊 因為這擺明就是轉手就是暴利 四十三億變到三百億嘛 這塊地當時的交易金額是 交易金額是四十二億五千萬 但是他的市價其實大概是在五十四億左右 所以國民黨等於是賣這塊地 已經比市價便宜將近十億 那更不用講開發之後的利益 可能高達三百億 這裡面有幾個很不合理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剛剛討論過的 非農民不能持有農地 而這個土地法是在一九五一年之前就立法 再來就是國民黨法人資格根本不具有 所以能不能持有這土地 是不是非法持有 再來這裡面還有一個很大一點 因為後來一部分的合約其實有曝光 在合約裡面其實有寫著就是簡單來講 這塊地由機關用地變更為商業用地之後 國民黨要負擔土地增值稅 對所以這裡面有沒有協議 我認為是有協議 回算機制 對那再來我給大家看這個廣告 中國時報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號 這廣告怎麼寫 馬市長您說的話還算數嗎 好再看十一月二十七號馬市長誠信很重要 再來十一月二十八號馬市長不要逼人上梁山 連登三天 好那你說這廣告沒有署名 那到底誰登的呢 我們從時間點來推算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 距離馬英九卸任臺北市長剛好一個月 對誰在擠 因為土地都市計畫變更的第一個發動 是在臺北市政府都委會 對 那這個廣告誰登的 其實將來促轉條例通過 問中國時報就知道 誰付錢嘛 誰付錢嘛 因為中國時報他一直不願意講說 這廣告誰登的嘛 那誰付錢很清楚嘛 你就去問中國時報誰付的錢 是不是林敏雄付的錢 我是高度懷疑這個廣告就是原地建設林敏雄登的 為什麼因為眼看著馬英九距離市長卸任 快只剩一個月了 可是你答應我的都市計畫變更 怎麼都不動 那我四十幾億不是白花了 我錢不是丟在那裡 就白花掉了 所以他急嘛 所以他為什麼署名叫非常相信您的支持者 或是叫相信 他所有的署名都叫相信您的支持者 那為什麼跟他強調誠信很重要 又強調說話要算話 對 所以其實這個你只要找到 這個廣告是誰登的 你要找出這個背後的問題點 其實非常的容易 那這一塊地後來呢 郝龍斌還叮了一下馬英九 因為一直到馬英九 台北市長2005年 2006年12月25號卸任 這塊地始終沒有變更 然後換郝龍斌當市長 郝龍斌故意在手上放了將近一年 他才讓他變更 所以你說中間原力建設急不急 當然很急啊 他四十幾億的資金 從2005年砸下去 一直到2007或是勝貨到08 他才變更 這都要利息耶 那這裡面的問題就在於說 前面威權時代那一段的幾乎是用搶的方式 後面到民主的時代 這段期間 其實這個手法其實就有點像是乾坤大挪移的方式 就是從私人葉先生他們家的地 變成國民黨的 然後變成財團的 可是中間這個利益是翻了好多倍 剛剛大家都算過 那好 翻這麼多利益的情況之下 我們假設我們在座四個人都知道 這裡面可以賺這麼多錢 那要不要分一點 要不要分一杯羹 這裡面有沒有圖利 甚或是我覺得都應該去問一下 當時好市府的都委會的委員 對 這個阿晃你們是基於什麼樣的專業 同意變更的 這個裡面其實馬上聽到兩個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那個不是馬英九答應就算數喔 這個東西要再報到內政部去 那為什麼馬英九這麼有把握 那時候只是個台北市長 那這裡面內政部有沒有他的縣 這第一點我們要來問的 第二點就是說 你看他那個廣告第三 到第三篇的時候 那句話最有限期的 不要逼人上糧水 是 這什麼東西 所以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要我抖出來嗎 馬英九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還說政治追殺 我不知道國民黨員 聽不聽得下去 他最後這四個月很成功 你看他泛蘭支持者 我現在把他心中認為 反正七十三是支持馬英九 這馬英九有好感 他的確成功了 所以我合理說 他這最後這四個月的各種政治動作 成功的為他足了一定的支持度跟支持力 把那個國民黨換回來了 那我不是說這次他就為了阻擋這個政治追殺 但他有這個效果 那我覺得現在是這個樣子 對於這個案子 我最關心說你怎麼樣來救濟他 或得到真正的真相的一個平反 或者是該有權利的補償 所以接下來這個促轉條例的通過 以及促轉委員會的建立 那建立之後要怎麼做 第一個人選的問題很重要 第二個就是說 國民黨的以黨產來講 這個問題堆積如山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案件來當突破口 才能夠第一個讓大家覺得 你辦下去是有真實的東西可以弄出來的 否則你拖太久大家就會覺得 你看你都在搞政治不拚經濟不拚民生 所以你一定要有個突破口 而且你一定要辦成一個事情 才能夠啟動後面各種的可能性 否則大家很多人就是抵賴 或者很多就是抵抗 所以我覺得必須選擇 比如說這個案子 前面的問題很嚴重 後面的問題也很嚴重 後面的問題也疑點重重 類似這樣的案子就應該當作 首先的一個突破口 來當作啟動真正的轉型正義 徹底成功的一個槓桿 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樣的一個認識的話 我覺得你不要 你轉型正義委員會 成立了兩年之後 你就不要只丟一個報告書出來 然後跟現在沒有什麼差別 這樣子的話這個社會對你支持度 會大大的下降 所以如何選一個好的案子 來攻破它 集中力量把它辦好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 葉先生你們當年從什麼時候開始 你們去法院提告 然後在法院的這些訴訟的過程當中 可以跟各位觀眾朋友說明一下嗎 當然 就這個案子 自從從我父親還在的時候 還有我母親還在的時候 我父親因為他已經奮鬥了半生 為了為了這一塊地 本來是由由我真 我曾祖父葉金圖手上就是就是說 繼承給他之後 結果地就不見了 就被被搶走了 等於是被搶走了 然後他對方是不能買賣的 的對方竟然可以登記為對方 土地變成他的 所以說他一輩子 他真的是心酸血淚 那在在他還在的時候 就帶著我 然後還有帶著我母親 一起到監察院去去陳情 當時的監委黃黃雄 結果監察院您也知道 他存在跟不存在 是沒有什麼真正的意義 那結果在陳情監察院之後 已經拖了 拖了大概有六年左右 我又再去監察院 他說我們正在辦 並沒有沒有什麼 目前沒有什麼可以奉告 結果到在八年之後 我再再去再去 那時候我父親已經已經走了 那他說我們對這個案子 對不起 因為我們監察院只調查 人民跟政府機關之間的不平 這不就這樣 我們不調查 因為他把中國國民黨認為是社團法人 是人民集會結社 所以說這是人民跟人民之間的 結婚 我們監察院不管 可是當初占用的不也是軍方嗎 不就是國家嗎 只是國家後來轉給了國民黨 不是嗎 但是他最後的結論就是 這個你們是人民跟人 目前是人民跟人民之間的結婚 所以說我們監察院不調查 沒有什麼意見等等 所以說這個監察院存在與不存在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 就我本身來看 那之後呢 我們一再從阿扁上任之後 這個兩千年開始到今天已經二零一六了 這十六年來我開過多少多少次的記者會 多少次的陳情 多少次的跟譬如說以當年的在野黨 現在即將執政的民進黨 對 也到黨部等等的去陳情說 陳述這些事實 但是民進黨這歷年來 並沒有真正的有什麼作為 或者說是他們的律師團也好 或是律師有沒有 沒有完全就是說就是沒有沒有真正很出力的 來來就這看看這正式這件事情 OK 當初特徵組癥結 是指這個園利建設 圖利園利建設這個部分嗎 是 那你去法院提告的部分 是你的你家的這個被侵占的部分 對不對 那我因為因為這塊地 將近有八千三百多坪 我要為了要去提告 所以說我親自去去當地的以前的這個 新建地震事務所也好 或是到相關的單位 當年過戶的單位 親自去收集裡面的就是說檔案資料 其實這些公文是不可能就是說曝光的 但是我還是想辦法把它從檔案室引印出來 而且蓋了官房 證明他的確是原件 與原件無誤 那以當年在在民國五十二年五十一年 這個要登記過戶的時候 就那個承辦員非常心地是 基本上他是有良心的 在他的簽程上面認為說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購買這個架構這個土地的申請 對他但是當年他在七十八年登記為社團法人之前 他是非法人沒有法人正式法人登記 他說我我這個承辦人 我未敢散鑽來來登記給中國國民黨 對中央委員會 所以說他在這邊就有未敢散鑽 但是後來這個有良心的承辦員 他他一直都把這這間案子登記案把它卡住 卡住之後國民黨拖了將近兩三年 他用用當年的上級單位 把這個有良心的承辦員給調走了 然後換換另外一個承辦員 不知所中的不知所云的那個承辦員 完全就是菜鳥 然後就上面說指示說原錢力 你就把它登記過去吧 結果是根本完全毫無錢力可可循 就是原錢力就三個字 就把這塊地給登記 也不可登記的非法人跟非農民 來我這邊打架一下徐律師 這件事情我們還是一樣 我還是存在啊 如果這個是一個不可以登記的 沒有辦法這個買賣的這個 或者沒有辦法這個就是沒有辦法轉讓的 這個非法人或非農民 那今天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現在問題就出在說官司 現在國民黨就一句話 你現在跟法院打官司 他一句話說 那因為你們是私人間的爭執 法院已經判決確定了 他當然就不能動 我想知道就是說 當時有沒有傳這些 在契約上簽名的警員 OK 比如說郭忌啦 這個鄉長張榮生 還有四個 這應該是情治單位的人員 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人如果還在 其實傳他們來作證 這個案情就真相大白 因為你法院不能只看這個合約 好了 其實不終於是